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 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大象景一直闭 在江湖城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 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们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英田门事变聚照数千年来 东方国家自成一体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西方人闯入近来 各种冲突在所难免 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向满 清政府那样拒绝开放国门 而是和平地放弃锁国政策 但是门户初开之时 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 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 再次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中 这种思想并不少见 尤其是那些腰叉双刀的年轻下层武士 许多都是爱国愤青 是外国人如叩仇 特别是在通伤口外 很快就掀起了愤青们 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仇 1858年8月 德国建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 遭到武士的袭击 二死一伤 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 发生了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 三个月后 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 英川西服而被误为西洋人遭到杀害 1860年一月 在英国总领事馆 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 二月 荷兰两名船长也被杀害 幕府虽然尽全力搜捕犯人 但奇怪的是 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 这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英田文事变之后 台外风气更加高涨 在外国人看来 这个东方国家充满了暴力和恐怖 1861年初 一位美国翻译被杀 6月 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 1862年6月 英国水兵被杀伤 9月又发生了生脉事件 一位骑马的英国人 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 被藩主的武士当场扛死 生脉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 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 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据款 才消灭了一场灾难 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 也受到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 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 他听说幕府赔偿生脉事件后十分震怒 下诏说 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 亦绝不与倦开港交易 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 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 与外国人打交道 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 腰插五十招的浪 人们冲斥街头 四处寻找卖国贼 在他们看来 凡是与外国沾冤的人 都有卖国嫌疑 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 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 那些读外国书 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 当然都是欺瞒诗人 崇阳媚外的卖国贼 人人得而诛之 在排外之时 仇视手无寸鞋的学者 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 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 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悲气 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 正如鲁迅所说 怯者愤怒 却抽人向更弱者 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义官 无意中提到外国事务 被青年武士提到追杀 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 另一位翻义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出 他从后门匆忙逃出 才捡归一条老命 在江湖开私塾传授吸血的福泽玉籍被感恐惧 因为他知道 面对这些凶残惯例的爱国贼 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 使用丢掉杨叔 向他们低头道歉 与他们一起高唱让一论高调 甚至比他们更激进的提刀追杀杨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福泽玉籍 福泽玉籍 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 只能尽量慎行 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 他却不谈论实事 他家中的棉被厨内的地板 特意设计成可先事 以防遭人暗杀时 可以从地板下逃走 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 福泽晚上从不外出 而是安心从事翻译工作过 不得不外出旅行 就编一个假名 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 以闭人耳目 他后来回忆自嘲道 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闭人耳目 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日本爱国贼的要求是 废除日本已经签署的通商条约 将爱国人永远驱逐出日本 这显然既不是近在意义上的民族运动 也不是近在意义上的救亡运动 只是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活动而已 这些过激行为虽然阻碍了日本的开国改革 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 却改变不了历史潮流 爱国愤青们滥杀无辜的行为 逐渐遭到了世人的唾弃 国民越来越认识到 时有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现代文明 融入现代文明 才是日本的出路 在这种社会共识的推动下 日本开始明智为新 爱国贼们也消失了 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妙尔约汉逊 Samuel Yohan所说 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门最后的藏身之地 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们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 不过 爱国贼并不是日本所图有的现象 在19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 可悲的是 在21世纪的今天 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 让人们徒生今夕何夕的感慨 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